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之前很多观众都问 暴力到底来台湾买哪一部机车 你买多少钱 你怎样买 今集还解答所有的问题 我就是买了这部台湾品牌PGO 2014年出产的JBUBU S115cc 那为什么会买这部PGO的JBUBU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 JBUBU这个台湾品牌 在很早很早期的时候 他们是代工Vespa这个机车 那当然啦 之前有些观众就问 喂 暴力 你没买Vespa Vespa 帥仔 搭配你 鬼不知道妈妈是女人吗 大佬 贵嘛 还有什么问题 弄起上来的零件又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因为我一开始已经很明确地知道 自己在买二手车 因为这部车对我来说是代步买中车 所以我不需要买到好像很漂亮 还有我自己有点心理不平衡 你买Vespa 帥仔一点的机车 你那边要10万台币左右 喂 我可以买到一部二手的BUBU车了 所以我这件事我是过不了自己 因为这个预算的问题 和实用性的问题 我已经放弃了它了 会选择PGO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好像我刚刚所说的 它是以前Vespa的代工 所以我就会觉得 喂 既然它做到Vespa代工公司的话 我想它在品质上有一定的保证 所以我就会选择PGO这个品牌 还有这个JBUBU在网络上的评价 都真的的确是不错的 实用性为主的 那我就会选择它了 而为什么我不买GOGORO呢 GOGORO是电车 喂 你又说自己是环保仁 应该是买电车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 GOGORO你要经常自己换电 这是第一个原因 另外我问了身边很多很多朋友 他们都不建议我买GOGORO 第一 他觉得换电的订阅 Option的订阅有点贵 那我现在用油车 其实那个价钱很便宜 因为我会跟大家说 就是入油那些 我是入多少钱 走多少公里 它真的便宜很多 那也是因为换电这件事 比我麻烦一点 有时候如果你说 喂 忘记了换电 去到某个地方 没得给你换的话 那你就会选择 所以我就没有考虑到GOGORO 好了 那到底这部车 我买了多少钱呢 超级便宜 二手价27,000元 其实是有再便宜一点的 27,000元 台币已经不算是一个很便宜的价钱了 对于JBUBU 就是2014年这些车 已经是8年的车了 它不算一个很便宜的价钱 但是27,000元是在我的預算以内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还有车放帅子的 我是在一间二手的车行的网站 我看到 那我就买了它 27,000元我觉得都合理 那就全包的了 还有那间车行的口碑也算不错的 所以我就选择在那里买了 好了 那刚刚就提到 我是在一间比较顺遇良好一点 口碑比较好的车行 购买到这部车 那到底我怎样找到这部车呢 其实首先我告诉大家 我找车的过程是怎样 其实我早前在隔离的时候 已经不停在找 有什么车款 是比较适合我自己的 那我亦都在隔离的时候 就说了我自己要找JBUBU 那我锁定目标之后呢 我就不停去几个不同 大一点的二手平台找的 首先是会有 虾皮 香港人很喜欢的carousel 但是台湾人呢 不是很用carousel 所以上面基本上 不是找到很多款式 就算有都是在高雄的 再来呢 就是在Facebook的marketplace那里去找 但是Facebook marketplace 找到有很多都是自己卖 然后自己卖 你又不知道它的车房是如何 又不知道它保养成怎样 也都没有人去帮你做过户的手续 所以在Facebook marketplace上面 我就没有找到太多自己合眼缘的选择 也是刚好得那么巧 我在哈皮那里再转多几转的时候 就找到这一间的车行 留意大家一定要上网找这个车行 Google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劣评 有没有什么说 我在那里买到一辆拆车 买到一辆泡水车等等 看看这个卖家这个车行 它的口碑是否良好 我整体看过它没有什么劣评 很多都是一些好评的 就是说价钱公道 老板老实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决定要去那里看 这个车行在哪里 这个车行在奴州的 我当时它标价是标28,000 然后我就跟它刷价 我说26,000可以吗 它就说27,000 OK 我就立刻给27,000 我就买这辆车 我当时是大概4点钟左右去买的 6点钟左右就可以拿走一辆车 因为它立刻就帮我 去我们香港的交通署 去搞好所有的手续 我大概6点钟就可以拿走一辆车 因为我买这辆车的时候 我已经很确定自己 绝对不会驾驶这辆车去台北市的了 我不会驾驶这辆车去好远的地方 因为林口是在山上 在台地 所以你无论你怎样都好 你驾驶车也好 或者是驾这些电单车也好 你一定是要上山下山的 那山路呢 我自己就是买完车 驾驶过一次 我觉得有点恐怖 所以我不会驾驶这辆车去台北市的 即是我硬底 这辆车基本上就是我用来做什么呢 区内移动而已 我会去什么地方呢 去健身室 去全联 去加勒福 还有咖啡店 偶尔间会去街市买下菜 最主要我的使用方式是这样而已 所以呢 就要介绍我们今集的 契爷赞助商 Targas Targas是一个制作电脑配件为主的一个品牌来的 今次要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最近一直都在用的一个背囊 Wordplus的27L Daypack 虽然是一个直入式的广告 但也要和大家试用过才可以介绍 顾名思义 它是一个可以扩充到27L容量的背囊 而且这个背囊非常多 detail 表面有一个机能防撲水的功能 一般在台北这些毛毛细雨 都不是一个问题 内层的间隔都非常实用 有专属的一个电脑夹层 也有加厚泡棉的一个设计 可以吸收到震动 外层上面也有一个隐藏式的口袋设计 可以放置一些随手拿到的常用物品 例如银包之类 内部的配置也一点都不压惯 有开放式的文具 隔层口袋 以及一个大拉链的隔层 可以放置一些充电器等等 整体的主要空间 两边都有一个快拆扣 可以摊平 然后方便收納你的衣物液 将扩充拉链层拉开之后 就可以快速扩充到储存空间 一次加大了25% 就可以完整整提供到27L的容量 而且这个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肩带 这么大容量的背包 就算你放满东西 肩膀也不会有很大的负担 而它也有一个专属放鞋的袋口设计 如果收工后要做运动 也可以将你的运动鞋放在这个位置 背面也有一个行李箱专用的挂带 以及一个在背部的隐物口袋设计 可以给你放置一些贵的物品 代理箱最近有超级大优惠 还有赠品送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就按下Infobox的连结多多了解 好了再一次多谢我们的赞助商Targas 有这些赞助商 我们才可以继续做这些 自己想做的内容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多多去支持一下 支持我们这些Content Creator的公司 我们是言归正传 刚刚说了我怎样买车 找车的过程 好了到底这部车仔 好不好用呢 实不实用呢 刚刚跟大家提到 这部车主要是做一个区内的移动 到底它的油耗是如何呢 首先我跟大家讲 台湾的加油方需有三种 一个是92 一个是95 一个是98 但98 通常都是我帮我师傅 他车入油的时候才会用的 自己这部车就入95 92就不太建议了 通常我们都是入95为主 其实价钱不是差很远 卖好一点点 我们入95 我入100台币 可以走到90公里左右 大概是一个多钱 台币可以走到1公里左右 这个价钱是非常OK的 我觉得油耗量就是 很合乎我的需求 而且也是很便宜 当时我租go share 25元一次6分钟 要25元 真的贵到妈妈都明白了 当然自己 弄一部车仔 自己去哪里去哪里 买菜就买菜 不用那么麻烦 不用那么辛苦就最好了 好了 今天又来到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很多朋友会 concern 到底买二手车好不好呢 我呢 就真的一路都开二手车而已 就算上机我都会买二手车而已 我用开二手车的 我整个家里都是二手车的 OK 所以我觉得二手车没什么问题 最重要是耐砌 真的用得到实用性为主 是最主要的 它是很实际的 首先27000元是一个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赴得到的价钱 它要弄的东西其实不太多 虽然它是有点点问题 是曾经令到我都挺头痛的 我稍后会和大家说 但我觉得整件事 27000元买到一辆这么试证的车子 又没有什么撞伤的那些 是很OK的 那我刚刚说了 喂 有点问题 二手车你一定有问题 因为说这辆车 2014年 对不对 8年车 有什么理由会没事 你一定要有些东西要保养的 那我曾经试过是坏什么呢 很糟糕的 驾驾一下 还在山坟附近 突然之间死火 黑不着的车 哇 吓到我鼻孔都没用 立刻老X 推回车去街灯的地方 然后我就要立刻打电话 跟卖给我的老板说 他就说 那么糟糕 要是我帮你 找人拖走的车 拖到我那里 要是你有没有附近 有些机车行 可以帮你搅拖它 那我说没有 要推到十几分钟 但我心想不是办法 那时候晚上九点钟差不多 所以我都是 真的推推推推推了十五分钟 就去最近那间机车店 就叫他帮我弄 那当时就是说 有个连接线 松开了 所以他给不到电 那便踢不到车 所以就又用了三百多元台币 就叫那个人 临时帮我拿一些水油胶布 电线胶布 捆住它 让它可以过到电 然后第二天我就再银回去勞州 给老板帮我重新搞过它 就是换一换零件 所以其实二手车 是不是有问题呢 是会有问题的 一定是会有问题的 但是你只是看那个问题 到底是大还是小的 老板也很好的 他买价这些二手车给我 都有三个月的保养 就是三个月内 车有什么问题 零件 人工全包 所以他就帮我换了 那个小零件 但是中间就花了少少钱 三百多元 但是这个都OK的 最近又有一次 他又有一次 一家都是卖PGO的机车的老板 问他 他就帮我加个机油 你现在加个机油 就应该大概OK的了 如果真的不OK的话 你才再考虑要不要换那个零件 因为那个零件 就这样换都要大概二三千元台币的 他就不建议我换 因为一家车都够了嘛 但你及后是可能有些似要洗的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我自己操用和区内开车用的话 我不需要说长途车 我觉得OK的 好了 刚刚说了一堆 我未来可能有机会要洗的费用 但是那些就是很选择的 就是看一下我要不要去弄这部车 如果我不弄这部车 但是我之后还有什么钱要洗呢 就是一些我们香港人开车都一定知道 有一些排费 燃油费 接着有些什么手续费 但是台湾就便宜超级多的 首先你要给检验费 检验费就是看看你到底是开重型机车 还是小型机车 我们这些绵羊仔很便宜 200元的检验费就可以了 就是验车费 香港验车要多少钱 200元港币都不行 起码1000元港币 对不对 另外就是行车证 行招费 就叫做150元台币 另外就是保险 第三部 大概700元至1000元都有的 看看你买多全面 所以这里整个看上去 价钱就是 多少钱 1500-1600元台币 所以你大概一年 就要花1000多元台币 就可以駕到车 很划算 刚刚我说了 JBOOBOO 好不好駕駛呢 大家知道 暴力介绍的二手东西 很多时候都会 买到 糟糕的 XE3 32 1.8 这些机器 都会买到 糟糕的 到底好不好駕駛 好不好駕駛呢 很好駕駛的 我说 一个人駕駛 真的很舒服 你去做U-Bite 都可以 或者你去做Food Penta 都可以 老实实说 区内移动真的很够用的了 因为我又不会上山 又不会下海 因为怎么说都好 115cc 对于上山来说 是有点压力的 有点吃力的 会有点慢的 我想上山的时候 大概最尽可以去到 4-50km 如果你说平地 在区内 其实这届可以去到 80km 但我真的从来都没试过 駕駛到80km 命就是重要的 我们这些正所谓 皮包铁 不要駕那么快 一炒你 就是这样 所以我大概都是駕駛 安全速度 5-60km 就是我不会超速的 安全駕駛最重要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可能你搬来临临口 或者你搬去一个附近 你要去买东西 需要走10-15分钟路的地方 我很建议你 你是买一部二手机车代步的 即是你说駕駛到台北 我自己也不太建议 駕駛也好 或者駕駛电单车也好 我都觉得很恐怖的 我都很少会駕駛到台北 就算駕駛駛也好少駕駛 因为我都觉得很恐怖 有很多车 最后大家觉得 我会不会买四车呢 说到駕駛台北这么辛苦 我会买四车呢 下次告诉你 好了 今集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你的影片 记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旁边的小铃部 通知写就全部 我新片发布你都知道 最后都可以follow my Instagram 因为Instagram上面 都有很多新片的 新产品的试用 或者我在台湾新闻的点滴 会透过story和大家分享 今集就这样 下集再见 拜拜